老板一看是山西来的 张嘴就是一晚上三月 老汉这边刚刚离开 小伙又过来找到老板索要一块钱的介绍费 安顿好之后 老汉找到老板打听妖媚下落 老板看到地址确定是马老大家 马姚美去哪里了不知道 马老大现在在六号码头顿船上驻 老汉穿过一片断壁餐园 周围的房屋也都在拆迁 一番拐弯抹角地寻找后 他终于来到了顿船